如果真的有賣夢的老人 我在想 他有一個很大的行囊 他有很大的一個包容的度量 他擁有一個很寬 很開放的胸襟 他在迎接每一個人的道理 每天早上我要滑得更快 我要跑得更快 我希望趕快找到這樣的人 我希望這樣的人趕快出現 一大早醒來 茫然中似乎有著一股力量的牽引 我不自覺地走到嚴城區 或許舊社區會有新發現吧 這該怎麼辦 怎麼有一個十塊 放那個阿嬤在賣東西那邊勾過來 拿來給她 阿嬤 這裡有十塊 十塊放在這裡 放在這裡嗎 是 要吃飯嗎 嗯 嗯 要吃飯嗎 吃飯 嗯 吃十塊 十塊 嗯 來 你十塊給她吃飯 好啦 吃飯吃十塊 拿十塊過來 阿嬤居然聽了一碗飯給我 十塊而已 阿嬤 你都給我 十塊 你給我 十塊 你給我 十塊 你給我 十塊 一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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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十塊而已 一塊一塊都五塊而已 一塊一塊五塊 一塊五塊 兩塊就十塊 對 就這樣就吃飯 你這樣算會好嗎 我那湯不用錢 湯不用錢 阿嬤 阿嬤 我想你這樣算會好嗎 我又沒你算 就這樣 阿嬤你算我買台北六塊 差不多 這樣就可以嗎 對 就這樣盡量看 看看賣賣 幾點錢 你這樣 你這樣 對 連那路人也知道 你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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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 阿嬤你做這個頭路做多久 做 在這裡賣賣25年 農總沒5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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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說阿嬤是一個很笨的人 他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事情 那時候前頭只剩三塊而已 阿嬤要多少 別人都賣五塊 你就開始賣三塊了 對 那我那時候開球間 人家在收六 一小鐘十二塊 我也收六塊 我都... 我都每行做 每行家都要... 我心裡我 兩人才會賺錢 聽說很多比他有錢的人 甚至開車子來這邊吃他這頓飯 社會還是存在有這種角度的原因 就像他講的 都要到他們家去偷東西了 他還是要賣飯給人家吃 還是賣這麼便宜 難道他不知道那個人幫他拿東西嗎 所以他的愛是不變 阿嬤這種經營方式常常入不敷出 所以下午收攤後還推著小車子 四處去檢視可以回收的資源 貼補明天的買菜錢 其實阿嬤的兒子都極有成就 卻無法動搖阿嬤的堅持 他一直覺得他跟他的兒子是兩回事 孩子大了自己數大分支是應該的 他擁有他自己的房子 他自己的生活 他是應該是獨立的 他不應該去介入別人的家庭 他的小孩也希望他不要這樣做 他小孩不是不孝 是老阿嬤他自己願意不斷地為 應該幫忙的人付出 你放心 如果不夠錢 幫我去檢視這些菜是怎樣 不夠錢 我小孩就一塊一塊一塊 兩塊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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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塊 沒有 他做工夫不可以 做工夫不可以 做工夫不可以 就是小孩還有兩萬塊 要給你做社會 你又拿來賺 這樣嗎 這樣有夠嗎 沒有夠 欠人 沒有夠 這裡有欠人 你現在還有欠人 那你做沒有關係 如果說有賺錢 你可以再不斷地再營生下去的話 那是OK的 但是 你就不在負債的狀態下面做 你頭要花多少錢下去了 現在又欠人多少錢 我真的 我算了 我算了 還欠人家五十萬 我稍加那一塊一塊一塊 還要落二十幾塊 還要落二十幾塊 還要落二十幾萬 還有一千 還要落到七塊 這樣 這樣只要他 就 那也是還要煮風車下去了 情何以堪 所以我就 很捨不得的來 面對當時的那個狀況 我賣五百五里也要賣 你自己欠人九十萬 這如果是我自己的阿嬤 還是我自己的媽 我都不知道該怎麼辦 賣五百塊不免 是要怎樣 對啊 因為這麼多人要吃飯對不對 這個社會哪有存在這種人 你這樣做到八十幾歲還要再做 好 好,我做不明就別做 我如果是你怕我也是叫你別做 你怕不下去了 很多人一天到不去抽獎 一天花那一十萬也是在花 我就想不到人也想不到 不是說我沒勇敢 不是說我沒勇敢 不是說我阿嬤沒勇敢 今天我來看你這個鄉民 謝謝 這個阿嬤你喔 我知道你沒考我都考我都很無聊 天啊 我還讓阿嬤來安慰我 我的堅強與勇敢 完全被阿嬤的愛心所融化了 如果這個傳說說真的有一個賣夢老人 我寧可相信阿嬤比賣夢的老人 他還要更高境界 我看你這樣喔 也是十塊錢喔 讓人家吃的飯可以去做他所有的願望 我喔 我沒去找了 我是說你就是我要找那個賣夢的老人 你這樣讓人家吃的飯喔 今天你可以從這裡出去吃的嗎 你就是公主無量 我這些錢都要給你 阿嬤的這份執著 我恍然頓悟了一個銅板的爭議 原來手上的十元 可以吃到的是幾十元的飯菜 還有無法用金錢衡量的關愛 雖然他不能真的賣夢給我 讓我為黃蝶翠骨 許一個重生的美夢 但我卻用了這些銅板 買到了一個比夢更珍貴的東西 我知道夢想並不偉大 唯有靠自己築夢 美夢才會踏實 加油吧在地人 用八十一歲莊阿嬤的執著精神 讓翠骨再度飛滿黃蝶吧 因為他用十元 讓許多人不再愛餓 得到一夜好夢 而且他為這些人承諾一個美夢 那就是無論有多老都要賣下去 這樣你能說他不是賣夢老人嗎 哦 不要緊よ